喂,师父,我记得给您请安。 想问一个84年的鼠。 男的女的? 女的,眼睛。 84年的鼠。 哦,右眼,不好。 我针对眼睛的业障,许愿了108张小房子, 1080条鱼和108变的礼佛,现在已经念书完毕。 想问一下怎么才可以恢复? 不够啊。 不够啊。 嗯,小房子还需要多少,是哪方面的业障,小房子还需要多少? 看东西啊,看过有一段时间看了不好的东西的,听不懂啊? 嗯,地址看毁,再念礼佛。 脑子坏掉的,跟你们说有些东西, 现在眼睛乱看东西会现实报的,听不懂啊? 嗯,地址,地址,对,新加坡法会回来,地址去许愿清修, 以后再也不要看这种东西。 那我问你,会不会报应了? 有,有,好了,现在不是自己在受报啊? 嗯,还有就是。 一边,一边,一边跌野药水啊? 对了,我忘记,对,而且工作是对着电脑的。 一边跌野药水,第二边要许愿,清修了,不要再考了。 我已经许愿了,师父。 一边就好好的不要再看任何这种。 不看,绝对不看。 连那种新闻都不要去看。 对,我那天,那天就不小心打开了一个,晚上就做了很差的梦,对,我知道。 知道了就好了,不可以的。 因为你们记住,当你们许愿清修,菩萨就觉得你们的灵魂很干净。 嗯,就是像莲花一样的。 嗯。 明白了吗? 明白了。 嗯,师父请问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? 礼佛? 小房子还要念86张啊。 针对眼睛的业障,礼佛呢? 因为有一个,有一个两个大眼睛的一个怪怪的动物在你的身上啊。 是。 有一点像人家宇航员戴的那个头盔里边两个眼睛的这种,嗯。 哦,好的。 这种动物,这种动物。 嗯,像阿修罗道的呢? 嗯,有点像啊。 因为师父也,上回说好像有阿修罗道带过。 嗯,那你要当心咯,有人来,有人来带你咯,或者搞你咯,我不知道。 嗯,师父救我。 肯定的,现在不是在救你啊。 你要许愿了呀,自己要许愿了呀,许大愿了。 师父我已经,我已经许愿,我是吃全素,最后清修了。 师父请指导一下,在我修心中还可以许什么愿。 你现在还吃鸡蛋是不是了? 不吃了,上回师父那我不要吃,我已经就马上就戒掉了。 只是吃一些蛋糕之类的而已。 嗯,蛋糕没关系。 嗯,一事修成也许了。 第一次修成你更要干净。 对,我一定会的,师父,跟着您。 你这样吧,你这样吧,听师父话,好吧。 你再来,第一呢,要把小房子念掉。 化解跟他天上的那阿修罗的一些冤解吧,我相信他是来找你麻烦的。 是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他的,是不是? 嗯,好的,好的,好的,还有就是,对以前戴眼镜,现在就许了这些小房子后,眼睛都卸掉了。 就是感恩师父,感恩菩萨。 嗯,就是,因为你生出来的时候,因为天上阿修罗道的女孩子都长得比较清秀的,听得懂吗? 嗯。 所以你,那个时候,年轻的时候,就是犯了一些色戒,你听得懂吗? 是,我忏悔,师父。 忏悔,要好好念礼佛的呀。 好,还有腿部的业障。 关节,腿部关节不好。 师父说会有静脉曲张,就感觉特别走到每天。 脚翘起来,眼睛不要连着看,多点眼药水。 好,挺师父的。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,不要去脑子去想那些邪淫的事情。 不想了,不想了,最后血清秀,就放下,万元放下。 要放下啥,听得懂吗? 嗯。 其实我告诉你,女孩子很容易就守戒的啦,男孩子守不守戒,女孩子很容易守戒。 因为这些东西很恶心,这个女孩子很容易觉得这些事情很恶心的,听得懂吗? 对。 嗯。 好吧。 对,对,师父,师父,师父,请看一下我家佛台,八四年的鼠,佛台。 八四年的鼠啊,八四年的老鼠,八四年的老鼠,嗯,靠窗户的,靠窗户。 对,对,一个房间里。 还可以,嗯,还可以。 哪个菩萨会来呀? 观世音菩萨呀,还有哪个呢? 感恩菩萨,感恩观世音菩萨,感恩师父。 你没菩萨保佑的话,你在去年有个节你知道吗?很危险的。 去年,嗯。 三月份的时候。 去年八月份是不是? 三月份。 已经过了的是不是? 啊,过了。 我相信我有菩萨,有师父。 啊,有一个节,本来人家要搞你的。 哦,同事有,有过,有过,事实有过。 啊,危险的。 已经过了,对。 啊,好了。 最近,最近好多了,感恩师父。 好吧。 啊。 我还在说那种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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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不是,我觉得我已经的。